好 早安我们来看到凯米台风的韩国人取的名字 说是蚂蚁 这是蚂蚁也太凶了吧 或太肥了吧 好 我们来看到最新的它的动态 为什么说凶 为什么说肥啊 好 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它现在呢 好 是在我们的宜兰大概东南方 大概190公里的海面上 好 目前呢 还是以每小时9转14公里的速度 往西北西 好 朝着这个宜兰的方向直扑而来 但是我们看到中心风速每秒45公尺 这是中台的等级的上限 那最大阵风 进中心每秒50公尺 就是相当于16级风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很凶 那很肥呢 它的最大半径 好 暴风半径250公里 这比它刚升城的时候大了大概三倍吧 好 我们为什么说这么凶 其实今天让很多气象专家 大家一看到 吓了一跳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凌晨的时候 它暴风圈已经触碰到我们的陆地了 但是你看这张图 除了可以看到它的台风眼 又小又密实之外 另外还有专家观测到 它居然还有这个眼强 双眼强的结构在清晨还有观测到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它虽然现在暴风圈已经触碰到我们的陆地 但是它的强度 还在上午还有增强的情况 好 但是这个好消息是 大家一般预估 因为它已经远离这边比较温暖的海域 所以它的整个强度 大概现在就是巅峰了 不会再强了 但是已经够强了 中台等级的上线 好 近中心16级风 好 但是我们目前看到 其实很多人都说 怎么好像我们东北部 宜兰 基隆一带 在市区也没什么风雨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就知道 其影响我们大概会在 待会儿下午开始 一直到明天清晨 好 就是这一段时间 好 你说现在没有什么风 那是因为刚刚观测到 大概平均在宜兰这边 最大阵风大概6到7级 但是刚刚气象鼠 他们预估 只要在预计在这个凌晨 大概0时左右 会在包括了宜兰 甚至在花莲这一带登陆 到时候一登陆 在北侧这边 这个风速可能强程会达到14级 好 跟大家报告一下 你8级风大概就寸步难行 10级风我们之前讲 这树莫连跟8起 那14级风很难想象 而且通常西洋鼠市比较保守 它进中心有16级风 可想的是风力有多可怕 而且现在除了风 雨恐怕也是要大家 更加的关注了 为什么这么说 好 我们来看到 因为它到时候 在登陆的时候 因为它结构的关系 可能会在这一带 这个会跟地形有个交互作用 所以到时候上上下下的 也许会减缓它的速度 虽然强度也会因此的下降 它只要速度一放慢 你想想看 它这个雨势 雨量会有多可观 好 这个是台湾台风论坛 它大概整理一下 大概雨会怎么下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在上午 你大概在 除了山区之外 没有什么感受到 非常强大的雨势 但是下午就不一样 你看这个雨势 在山区就非常明显了 延伸到在宜兰 这一带 这个向雨也会明显感受 到了夜晚 这是更是在中部山区的部分 北部山区会带来非常大的雨势 那东北部首当其冲 北部也都有明显的降雨之外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还有一个雨势的部分 就是在西半部或西南部 这一块 观众朋友特别注意 我们待会会讲 为什么明天 大家还是觉得 会有台风价的机会 可能就是因为雨的关系 因为等到它中心出海之后 到时候带来在中南部的雨势 将是非常可观的 一直到周五之后 才能够脱离它 包括了风势 还有雨势的威胁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张图 可以看到 这个是今天 气象署公布的豪雨特报 这只是今天一天 就是今天一天 预计的累积雨量 超大豪雨等级 紫色的 大概就是在中部山区这一块 但是我们讲到 在明天之后 恐怕在高雄屏东 这一块西南方 这一边 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雨势 这个相署已经预估 大概三天累积雨势 在包括了这个屏东 高雄这一带 甚至在南投山区 会带来到1800毫米 非常可观的 这样的一个雨势 所以今天大家在讨论 在明天 明天的部分 可能雨势 大家要比较关注 为什么我们来看到 前气象局长 这名点 他在脸书 就发了一张 让大家觉得 有点担心的图 就是这一张 他说看到这张图 就想到2009年 莫拉克台风的时候 当时他看到 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他怎么说呢 他说因为这个台风 开米台风 是从所谓的 这个季风潮 这一带 生成的 所以你看他后面 尾巴拖得有够长 有够长 其实这边 就是所谓 我们大家常听到 西南气流 当时 莫拉克台风 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台风 还在我们东方的海面上 只要往台湾 本岛前进 甚至出海之后 风向一改变 台风外围环流 就有可能跟他 后面的长尾巴 这个西南气流 做一个符合 到时候可以为台湾 尤其中部山区 还有西南部 带来非常可怕的雨 是为什么说可怕呢 我还记得当时 我在播报台风 2009年 最可怕 阿里山 当时的观测站 累积雨量多少 2884 我一辈子都记得 这个数字 非常恐怖 2800多毫米 这么可怕降雨 是台湾史上第一 当时在阿里山降下 这么大的雨量 好 正名点 他说他又回忆起 当时的状况 所以大家千万不可以 掉以轻心 放不放假是一回事 在中南部 可能会下起致灾的雨 这可是大家要特别关注的 好 再把时间交易之旅 感谢观看